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收藏呢还是要主要是靠自己去努力学习多了解 这一点是很重要 最初我们收藏还是以中国近现代为主 就是在90年代初 那么9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和很多艺术家的了解 尤其我是受吴关宗的影响比较大 通过各个方面的艺术家 了解中国化近现代 它的贡献 它的成绩到底是在哪里 经过不到十年的探索了解 觉得中国近现代的所谓的就是说 中国叫我们的水墨化 问题还是存在的很多 那么就是说林魔 林魔的古人的东西 很少有自己的创造力 这尤其是原以后 中国化基本上还是往回走 往下坡路走 那么到了民国期间左右 民国期间的时候 更是林魔性的画家就更多了 所以觉得中国化还是有问题 中国化呢 我们通常叫水墨化 那么跟吴先生吴冠宗就说 他喜欢叫彩墨化 后来我们就对 针对中国化这个概念 也做了一些分析 觉得也有问题 比如说本身没有什么德国化 法国化英国化 没有的 没有这个说法的 为什么只有中国化这个说法 那么首先我个人觉得 它本身就有局限性和固定了 这种模式 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艺术无国界嘛 是 那么你从材料上分油彩啊 还是水粉呢 还是水墨啊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 艺术形态下去分别这些作品 而不是说这个作品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是吗 是这样 因为艺术无国界嘛 艺术主要是靠情感去创作 什么材料都不重要 尤其对中国化这一块 我在探索所谓的中国化 就是说我们的文人化 后来水墨 水墨化好像就代表了中国艺术家的一个代表性 是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因为中国的中国化讲究是意境 意境呢 那么有水墨也就是说以文人化为代表 但是我们在这个历史绘画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半坡时期的彩陶 那是有颜色的 我们顿黄的石窟都是有色彩的 那么怎么能局限于中国化 就是好像给大家的感觉 水墨化就是代表中国化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道理 到底弄清楚中国化 什么是传统 是的 什么时期为传统化 这一点很重要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我们的色彩半坡时期 那都六千年了 那么那时候已经有颜色了 彩陶绘画 包括敦煌壁画 到后来这个宋的 这个以文人化为代表了 那么到底谁来代表中国化 在这个探索当中 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搞收藏嘛 搞收藏呢 就要收藏有创造力的 有创新的 代表这个时代的 这种艺术家 那么我们就发现 我们尤其是近现代 这一百多年 几乎是没有 什么原因没有呢 近现代绘画 基本上就是 以中国水墨化 写议化 那么写议化 彼祖我们追寻到 我们宋代的 像梁凯啊 很多 对 很常见 对 他那时候就已经是 写议了 那么这种形式 我们至今没有去破它 没有去改变它 没有一些新的创新的风格 对 只是加一点色彩啊 改变了一些人物的造型啊 从根本上的原因 没有去突破 中国的协议绘画 几乎没有 没有这种人 那么这个我们在看到 这个中国美院 就是原来的杭州国立一专 它在二十年代 就有输出到这个欧洲 一批一批的到欧洲去学习的 这些艺术家 其中就有这个 吴大宇 吴大宇从欧洲回来以后 他就任了这个念事物 叫国立一专 杭州国立一专 任这个油画系主任 那么他就有一定的创新 我觉得有一定的创新精神 那么他呢 就是培养了 你看吴冠宗 赵无极 张公雀 等很优秀的艺术家 都是有具备 这个时代的精神的 那么他们很多 都是打破了传统绘画 那么在传统绘画这个方面呢 我们也搞了一些研究 尤其是近几年吧 这个一直在提倡传统 很多画家 临摹我们古人的东西 那么就是继承传统了吗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要 这个概念性浑浊了 这个传统 我们的唐诗也好 宋词也好 那么我们今天去背它 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没有关系 是的 只是我们会背 对 那么对唐诗宋词有研究的人呢 可能在文学修养上 哲学思想上 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基本上 现在就成了儿童 背诗啊背词啊 行了一个惯例的 记忆力的这么一个功能了 所以呢 那么现在有很多知名人士 在重要的媒体上 尤其是在重要的电视媒体发声 就说 在被离烧也好 被唐诗被宋词当中 就误导了很多 我们的民众 搞不懂 就说好像 他被唐诗宋词 就是 继承了传统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 很简单 那么唐诗宋词 是那个时代的创新 是的 不是我们的 对 您说这一点 那么创新 继承传统 就是要继承 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达到了 继承传统的精神 对 我们古人的 这个创造的东西 对 我们拿来背一背 好像我们成了传统了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模糊的 这么一个概念 对 是当时的经典制作 对 但是并不代表说 我们要一直去模仿 我们还是要 有自己的创新 来创造我们 这个时代的经典制作 这个是很清楚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那接下来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将继续请 郭庆祥先生 与我们分享 当下的 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现状